好想好想你,好女好与你 先说四大花旦之一的张子怡嫁给了摇滚一哥汪峰 只可惜张子怡因为生孩子,现在处于半退休状态 而汪峰自从卸任中国好声音导师之后,吸气能力也大不如前 再来说说张杰和谢娜 如果说汪峰是美帝的摇滚一哥,那张杰则是80后一哥了 而谢娜因为怀孕,缺习了三个月的快乐大本营 未来在娱乐圈的地位不容乐观,终于一姐的位置还能保住吗? 霍建华和林心如就对新婚夫妇的实力也不容小觑 尤其是霍建华,彰显了更大的野心 林心如生亡孩子以后,也马不停蹄的开工 难道那么去买粉钱吗? 吴奇隆和刘诗诗则分担盈却,吴奇隆是制片人 专注用钱生钱,而刘诗诗专注做演员,专注拍戏赚钱 而曾和刘诗诗其名的杨幂 现在已经明显高出刘诗诗一个档次 旗下的几个演员如今都被捧红了 只可惜刘凯薇有点痛后腿 新级版的吴奇隆和刘诗诗,难得负责做生意,女的负责联系 但是黄晓明比吴奇隆拍得戏多 Angle Baby比刘诗诗的综艺强 能战胜黄晓明和Angle Baby的就是邓超和孙力 已经奠定了孙力电视剧收视女王的地位 但冰冰也不行,邓超还投资了战狼2 现在估计是赚3了 哪对明星夫妻还能在未来打败邓超和孙力呢? 邓超地球人已经挡不住他们了吗? 只能是李一峰和赵丽颖结婚 李一峰比邓超小8岁 赵丽颖比孙力小5岁 目前赵丽颖的成绩已经不比孙力差 李一峰和赵丽颖能结婚吗? 你们希望他们结婚吗?